黎敏昊退伍归来 与鬼怪新娘神仙合作能否重回南韩言霸 最近令很多韩圈粉丝激动不已的消息 就是韩剧男神 长腿欧巴黎敏昊退伍之后的第一部新剧即将上线了 更令人激动的是 这部国王永远的君主的女主角是鬼怪新娘金高银 这两个人的合作令不少观众感到吃惊 但是也有人曾经质疑两人没有CP感 加之男主李敏昊入伍之前就是韩国当红明星 因为继承者们蓝色大海的传说在国内走红 拥有相当可观的粉丝基础 时隔三年的这部新剧也是备受关注 李敏昊饰演的是大韩帝国中六年即位的皇帝李滚 原本他应该安安稳稳地长大在即位 但因伯父篡位杀害了他的父亲 无奈被推上了皇位 但播出两天内 争议最大的就是男主的颜值和演技 演技不如孔刘已经是既定事实了 那么肉眼可见发福的李敏昊 能否靠这部剧重回南韩演霸的位置呢